轉眼的時間從第1週我們10月6號 10月6號第1週到現在的話 已經第8週了 所以今天的話大概就是把那個檢視與參照做個結尾吧 看有沒有時間就是說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跟各位講一下今天因為是最後一次上課 所以下個禮拜即便不上課 我是建議你還是要在家裡盡量多多練習 然後我們之前的影片也都在雲端上面 之前有同學好像是沒有收到Mail 假設你前面有些沒有收到Mail的話沒關係 反正我一定都會放在雲端這個教學論壇 你其實就是只要點選 如果你有加進來的話 其實一定都會進到這個清單裡面 然後一定每一次上課都會有一個YouTube的連接 你就自行再把它連接過來就OK了 那也是個方法啦 然後看你如果要備份的話 我上禮拜有講過你就自行再備份吧 如果你擔心這個東西會不見啦 不過短時間內應該都還會在的 就是基本上的話會做這個錄影動作 就是希望說你們一定要能夠學會啦 OK 當然我真的很希望說大家全部的人都會就好了 台灣每個人都會的話 那真的是太強大了 每個人連那種這個一般就是工作上 當然你工作效率提高之後 我覺得間接的你也會多出很多時間 才可以真的做你想做的事情 才會有所謂的工作品質跟生活品質可言 不然的話很多人每天都一直在不斷加班 說真的 第一個啦 當然你一定不會有品質可 第二個的話你也不要說成就感 更不要說你未來還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對不對 如果說你有專業素養方面的提升的話 那當然慢慢你才會想說 我可以在做什麼在做什麼 當然這些素養不是說只有這個而已喔 OK 當然是全方位各方面 因為現在每個工作上面需要的素養 其實還蠻多的 當然你可以多元的把你原來會的東西 跟這個方面的素養結合在一起 當然就可以又創出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有沒有 像現在金融業好了 金融業也非常需要這些東西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些東西的話 光處理那些金融方面的數據的話 你可能就一個頭兩個大了 在後面延伸當然就更多了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課程主要是教各位 至少是在辦公室方面的工作自動化部分 但未來其實喔 現在的程式演變 我剛剛有提到 不是只有自動化這件 後面還有所謂的AI的智能化部分 也就是說可以讓你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它能夠自動有學習功能 可以慢慢還可以再成長 有沒有OK 那這方面如果你們想知道更多 我是建議你多多使用那個 像Google雲端的相關資料 它其實它現在裡面就加上很多的 AI的一些相關的技術 那不過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其實不是現在已經成熟了 沒有它現在還在成長 而且還在不斷的進步當中 那你會想說Google為什麼這麼大方 免費都給我們用很多東西 都不收錢 其實有一個原因是 它是藉由給你使用過程當中 它也可以不斷在訓練它的一些東西 讓它裡面的AI能夠更加的強大 OK 等到它成熟之後就開始要收錢了 因為前面都是還不成熟就不收 所以你們不知道有沒有 使用Google有一個叫Google相簿有沒有 Google相簿從明年的6月開始 它就是要開始收錢了 因為可能訓練得差不多了 當然還有啦 還有很多因素 不過有些東西就是這樣 剛開始讓你習慣了 想說 因為我放在Google的雲端相簿上面 至少放了不知道幾TB的東西在上面吧 不過還好是說 它說從明年的6月之後 才開始算那個容量 那之前如果你傳的通通都不算 而且放在上面也永久都有效 不會消失 我覺得這倒還好 OK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上禮拜主要就是說 講到有關檢視與參照裡面的相關函數 最常被用到就是這個VILO函數 那其次的話呢 我們有運用一個叫INDERAT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也相當好用 像我們有舉個例子 像問卷調查這個案例有沒有 就是裡面的話有幾十個欄位 如果說你以前的話 你不會用INDERAT函數加定義名稱 你變成要插入一欄 向下填滿 插入兩欄有沒有 那可能有幾十欄 你就要做幾十次 可是如果你懂得用INDERAT函數有沒有 再配合定義名稱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很快 幫你把你要做的效果給做出來 OK 那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用INDERAT函數 那他希望說下拉清單能夠做兩層的 有沒有 比如說你第一層下拉清單變動的話 然後呢 會影響第二層的下拉清單 欸 剛剛應該知道這意思吧 第一個第二個 那其實你們可以用INDERAT函數來做 這個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這也是之前同學問的問題 是兩層的 我好像這邊有放一個範例 叫做兩層清單 我不知道這邊是不是有放 這邊兩層式的清單 那什麼叫兩層式的清單 比如說你第一個 假設如果這個上面的月份 如果他選的是這個中文月份的話 下面就出現的是1月、2月、3月、4月、5月 那如果上面假設他選的是英文月份的話 下面會出現什麼 出現那個月份 就是英文的月份 就是他下面的這個清單 是根據上面這個而來的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就上面如果變動 下面也會跟著變動 也就是說下面這個清單 不是永久固定的 那可是問題該怎麼做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比如說我們常遇到說 上面這個清單如果改變 下面這個清單會跟著上面這個清單 而改變它的來源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該怎麼做 可以做兩層式的清單 OK 這個也是之前同學一直問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做兩層式的清單 答案就在這裡 特別注意喔 一樣跟上一次那個用的方式一樣 第一個 你必須要什麼 定義名稱 所以名稱管理員裡面可能需要什麼 總共會需要有這個幾個 總共有至少要五個的名稱 那五個名稱定義好之後的話 再配合一個Inderex函數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效果 OK 至於怎麼做 細節部分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試試看吧 第一個當然你定義好名稱 有那個中文月份1到12月 英文月份 什麼January等等的 一直到December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還有這個字另外一個清單 中文的星期 星期天 星期一一直到星期六 那英文的話呢 是Sunday Monday 等等的 然後清單的部分的話 當然你這邊要顯示就是說 中文月份 英文月份 然後呢 中文的星期 英文星期等等的 那做法的話 當然第一個 你這個清單裡面就放 等於是這個清單 有沒有 這個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從這個清單載 所以這個上面如果變動的話 那可是問題喔 你要怎麼樣改變下面的東西 關鍵的地方來了 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下面這個清單喔 如果要跟著上面而改變的話 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什麼 就是用Indirect 後面的話呢 就是用什麼 用G1 而且前後記得 我印象中 這個 這個錢的符號 印象中是要加吧 如果沒有加 好像會有出問題還是怎麼樣 可以試試看喔 然後呢 它這個主要是怎麼樣 把Indirect後面這個G1的話 指的是中月份 那因為剛好我們的 定義名稱裡面就有中月份 所以它實際上是把 它這個的名稱 後面的這個範圍 整個都幫你把它抓到底下去了 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概念跟那個之前那個什麼 我們用那個問卷調查的 Indirect 那個還滿像的 把名稱變成真正的那個範圍 把那個資料給帶過來 OK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也許你可以自己練習看看吧 這應該還滿常同學會需要用到的 如果可以用這樣的話 哇很方便 點一個就下一個 甚至兩層三層都可以啦 但是關鍵的地方 還是需要用定義名稱加上Indirect 所以你會發現 定義名稱加Indirect 哇太好用了 只是很多人甚至都從來沒用過的 我發現應該也有 Indirect之前問過好像幾乎都沒有人用過這個函數 然後定義名稱可能也 很多人從來也 即便用過但也很少用 如果你很少用的話 那很多地方你就麻煩了 OK 那更不要說如果你要配合VBA的話 其實VBA定義名稱 城市一行都不用改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也許稍微再把那個 就是上個禮拜的那個部分 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再來看 上禮拜還有講到一個 V2函數的查詢那個時數部分 那今天的話請各位一樣 打開我們的那個 檢視與參照的範例 也許我們再來看一個 相對比較複雜一點的 查詢 那這個查詢部分 有點像資料的分分合合部分 其實我一直強調說 在那個什麼呢 在這個Excel裡面 只要你能夠解決那個 資料的分分合合問題 很多地方就簡單了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這個練習題 這個叫 待會看一下飯店管理這一題 那飯店管理這一題的話 請各位就是找到那個 題目檔的話 你可以在雲端上面 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飯店管理這裡 那其實他主要是 必須要先做什麼 先做前面的動作 所以你第一個 這個題目在這裡 有點比較複雜一點點 我大概把重點講一下 就OK了 首先第一個的話 你們還是一樣 先了解一下 到底 因為像現在如果 飯店管理 假如不導入這種 比較電腦方面的管理方式 我想應該很困難的 因為飯店哪一家不用這種東西 而且甚至還用資料庫 那如果說你的規模不大的話 也許你就用Excel 其實倒也OK 可是呢 裡面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哪一些事 像這個檔案 以後如果你想 先了解一下裡面的架構的話 可以先從公式裡面的 名稱管理員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裡面大致上 就已經有一些 定義好的範圍 包含哪一些 Booking 你可以點下面這裡 Booking是指哪裡 Booking是指總表 有沒有發現 這個Booking是指總表 等於是 它裡面的話 第一個欄位是 Booking ID 就編號 裡面分別就記載說 這一筆訂單 Booking ID 訂單的編號 然後它住哪一個飯店 然後Booking 就哪一天訂的 Check-in的日期 Check-out日期 然後住哪一個房間 然後呢 什麼 Runner 幾房吧 OK 然後呢 First Name跟Surname 它的姓跟它的名 然後再來的話 Booking Day 等等的 那裡面的話有這一些 那 還有像什麼 Look-up Price 這個是價錢部分 比如說你可以點選 這個是哪一個房間 它的價錢是多少 諸如此類的 那首先第一個 待會先看一下 名稱 大家了解一下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 你會發現 這邊總共會有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就我剛剛講的是總表 那總表的ID 就是它第一個要叫你做的 這個ID 實際上呢 它有個命名規則 這個命名規則的話 主要是從哪個地方來 你有沒有看到命名規則 其實你可以切到這個Booking Day 就知道了 看這個大概就知道了 它的規則就長這樣 那這個總共有分幾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 我把它上面放大一下 第一個部分的話 G1這個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那個 飯店的縮寫 縮寫怎麼縮寫 第二個的話 哪一天Check-in的日期 那4的話 應該是指的是住幾天 不是幾晚 Check-in can check-out是幾晚 但是它幾天 比如說三天兩夜 那大概住兩晚 那實際上是三天 他要的好像是三天 然後後面的話 這個是first-net 就是把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名字放在這裡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做到這樣的結果的話 首先你要什麼 先把這個Hotel的名稱變縮寫 縮寫怎麼把它變縮寫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找到什麼 應該猜 應該可以猜出了吧 應該在Hotel的Detail 我看一下應該是不是這個 等一下Hotel的Detail 它的範圍是哪裡呢 I2到K14 I2 I在這裡 在這裡 都擋起來了 OK 你有沒有發現 它基本上可以從這個Detail HotelDetail裡面 前面是什麼呢 飯店的全名 後面就是Hotel的縮寫 其實就是Hotel的ID 所以我們可以用那個VIL函數有沒有 只要有一個Hotel的名稱 就可以查到它的ID 所以第一個我們已經知道ID的位置了 第二個的話它還要我們什麼 還要我們再放那個 它是哪一天Check-in的 所以Check-in日期在哪裡 所以以後 而且它格式一定要長這樣 0、2、0、1 指的就是不要年 只要月 而且月跟日 一定前面如果各位數字要補0的話 這要怎麼做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今天縮寫有了 然後一槓 後面的話 如果量 一定要4碼的話 那這個地方一定要固定格式的話 那各位一定要想到哪一個函數 Tester OK 可是Tester要怎麼樣 剛好把那個 它的Check-in日期 直接就格式化成4碼 怎麼做 OK 所以第二 再來的話 這個幾天的話 就把Check-in Check-out日期減到Check-in加一天 就是日 就是住幾天 然後再把那個Fruitnet加進來 所以其實在做法上 我先大概 請各位先開這個檔 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一題怎麼做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切到Booking List 然後後面就要再把這個編號的後面這五個欄位做出來 這樣子就有大功告成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